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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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插了一夾子以上 當然會有四代隔閡 他以前很嚴厲 我以前跟他打過 他要的就是我成長 他要的就是 你不要當外面那種二六子 這是一個認真爺爺 對叛逆孫子的期許 李宗勳是塔塔米店的第三代老闆 為了趕訂單 他會起個大早 從前置準備就不馬虎 這把是我爺爺傳給我的刀 那這刀一開始就這麼大把 每一個師父都這麼大把 磨到那麼小把 爺爺說刀是工匠的靈魂 透過刀具能看出一個 榻榻米師父的技術好壞 像是刀刃損耗代表工作量 而刀面磨的鋒利 也表示師父勤快熟練 一把刀在日劇時代我聽我阿公在講 這樣一把刀要做到這樣一把不用三年到五年 他們幾乎天天做 無日無夜的做 這就是歲月的痕跡加上 飲水濕源 有點看到東西就像看到爺爺 爺爺說這叫塞胡桃 他以前可不會時刻記掛爺爺說過的話 李宗勳從小在大陸生活 台上爸爸忙著賺錢 沒發現兒子竟成了花錢無度的頑固子弟 我不知道什麼叫窮 所以我覺得錢不是錢 不對應該這樣講 我不把錢當錢看 人生轉彎在他回台當兵後 那時金融海嘯爆發 中斷爸爸的事業 18歲的李宗勳也被迫回到台南爺爺家 他去外頭上過班 卻因為大陸學歷不被認同無疾而終 沒方向的他整天在家無所事事 成了長輩眼中的米蟲 叫我叔叔來跟我說 那不要18歲了還在當你身手牌 講得溫柔一點是這樣 其實是揍我 真的就揍我 因為我睡 我日夜顛倒 我睡是睡白天 晚上是晚上 然後都跑往咖 爺爺看不下去 決定把他帶在身邊 親自教他縫製榻榻米 起初情況慘烈 爺爺對基礎工要求嚴格 磨刀 磨針 幾針幾線都有學問 一個步驟不對 就是拆掉重做 榻榻米就是分成三個步驟 三個結構 底材 面材跟鞭材 他就做一大堆半成品 沒有包鞭的 然後就丟在那邊 你把它縫起來 我教你怎麼縫 那個時間很漫長 心裡面想的就是下班 想說做完就下班了 沒有 做完就拆掉 做一件好了對不對 這樣可不可以 不可以 拆掉 擅長電腦的李宗勳 壓根對這老產業提不起興趣 最讓他受不了的 是榻榻米仰賴手感 裁切縫製 養足精神才能專注 跟他一模一樣的作息時間 早上六點起床 晚上八點前就請 九點一定要睡著 這是最難的 我二十出頭歲 我不是八十一歲 爺爺看出孫子的抗拒 在文化部拍攝的紀錄片裡 說出內心擔憂 如果現在我現在 我自己會討宣 會怎麼做 我跟老人一樣 怎麼偶爾 我今天跟他做 你還要馬 我已經 用不擅拔 現在又打我 不擅長 在他眼中 孫子就和那些 吃不了苦的年轻人没两样 爷孙俩为了工作态度 生活习惯 没少过磨合争执 打从心里的是厌烦 就极度极度讨厌 而且又热 然后又闷 然后又开放空间 那讲话又很大声 我又很要面子 要我把一张榻榻米做好 要先学什么扫地 我要脸 然后至尊 那就下定决心 学会你把你干掉 这个念头就从那个时候演成出来 他花了三年苦练技术 爷爷才点头认同 他的点头是没有声音的点头 是跟别人点头 不是对我点头 他不是一个会夸奖自己小孩的父亲 他走访窒息工厂 了解各种草类特性 才知道光是天然的令草就有一百多种 触感耐重度都不一样 不管是专严还是学习也好 我就觉得缺钱了嘛 开始丢十万给我 资金给我 店给我 东西都给我 我要自己经营了 那我要做一点成绩 对 当下有那么想 爷爷直到快九十岁 真的做不动了 才把家业交给李宗勋 但也是压力的开始 但却没自信缠上他 很多人质疑这年轻小伙子 真能做出好品质的榻榻米吗 留着小胡子 今年三十五岁的李宗勋 想的是怎么让自己 看起来成熟一点 但他确实也勤快 积极跑客户接单 送货遇到没电梯的 也只能认命 非常累 一次搬就是搬 大概四五百公斤这样起跳 榻榻米太宽不好施力 多年来李宗勋的脊椎第五第六节 被压迫到突出外移 经常手麻抽筋 痛到难以动弹 就像我阿公讲的 每一行都每一行都每一行都辛苦 该努力的就是要努力 这个行业最辛苦的就是蹲 台语叫做捆 这并不容易 要知道做榻榻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夫 就是丈量 不规则的机灵空间 倾斜不平的地形 都让他踢过铁板 这两条对角线的大小 可以算出 这一个空间的倾斜度 这个空间可以分成好几件榻榻米 爷爷只用小学数学的程度 就算出每块榻榻米的倾斜角度 李宗勋却怎么也搞不懂原理 既挫折 也气爷爷不把话说清楚 他永远只会跟你升降完了以后 丢三个字给你 就这样就这样是什么 就这样我看了 但我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忠悔 看不懂 对他来说 爷爷更像是个父亲 渴望得到认同赞美的李宗勋 抱着不认输的心 拼了命的钻研 回头精进技术 我用两种缝法 刚才缝的那个是日本缝法 现在这个是加速版的缝法 他警戒爷爷说的 缝制的间隔不能太大 要够紧实 边角要收好 缝完再用手勾着线 用腿踏紧 确保结实没空隙 才不会让步边翻开草息外露 一张榻榻米要缝得牢 全凭师傅守劲 直到爷爷过世的多年后 李宗勋才明白 老人家教给他的 不只是咸熟的技术而已 就觉得我还没学完 那你就走 我觉得很不舍 很痛 然后现在想再听听他说话 很难 他会时不时回头看纪录片 重新琢磨爷爷说过的话 了解他的故事 李宗勋的爷爷李金水 16岁就跟着日本人学做榻榻米 认真勤奋的他 后来在台南开启店面 拉拔四个儿女长大 随着时代演变 这耗时费力的手工艺 早已面临断层 台南原本几十家店 也只剩一两家 还坚持一针一线精工缝制 而爷爷始终坚守岗位 一做就是七十几年 那时候我都听不懂 我到他走了以后的隔几年 我开始回想 才渐渐明白他那些话的意思 他教我的是 做事中学会怎么做 爷爷做事细心不马虎的身教 给了李宗勋启发 他设法开发新市场 引进不同种类的榻榻米洗面 再加上他运用电脑专长 上网行销 老店渐渐打开知名度 还有五星级饭店找上他 他引进机械设备 节省人力 增加效率 却时刻提醒自己 别忘了出行 这些都是我用坏的针 干嘛不丢掉啊 我舍不得丢是因为 我看到这个我会痛 有吃过我的手的啦 或者是被我做到折弯掉啦 或者是针头断掉的啊 那就十五年来 一直说起这些东西就是 不要忘本啦 所有人不可以忘本嘛 为了守住爷爷的理念 几年前他开始苦思 让榻榻米有更多可能性 大型的榻榻米那时候的海运 空运都很贵 很不方便 所以我就想 是不是可以把它们松下 变成DIY 变薄 变小 变轻 像是和台南青年学者合作 开发许多贴近生活的作品 做惯大型榻榻米的他 得耐着性子虚心学习 你剪好了吗 好 你应该还没剪 好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照刚刚的 我们要照这个方向 而为了扩大能量 他们着手进行群众募资 有机会让伸脏朋友 参与制作一展手艺 而在那一刻他才体悟 原来这份事业要守护的价值 是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 随便看 随便看 这个才是俺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我知道 可是 要放开来的时间 把这个方向扣 这个要大概扣到多少钱 两项 李宗勋从奋青 转念成了独当一面的老板 甚至不断突破自己 他遗憾爷爷没机会看到他的成长 却也回想起老人家过世前那几年 虽然嘴上没多少称赞 但不再骂人 也许就是最大的认同了吧 我后知后觉 我没有那么聪明 后知后觉 他用大智慧教我 他的精髓就是他那句话 一辈子做好一个行业 卡大时代 这是爷爷珍贵的手艺 是他拼搏一身 安身立命的基业 而最大的成就 是过去玩世不公的孙子 能传承他的职人精神 让这百年佳业走出不一样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